刚刚做完RTX4090的DI方案 我们再回到人间看看RTX3090Ti 它的价格比4090要便宜很多 是大多数高玩可以接受的 而且它又是今年的新卡 没有各种样的嫌疑 配置看一下表格 就是把4090的主机稍稍调整一点点 主板改成了华硕的B660重炮手WiFi 其他的配置 比如像内存和硬盘 其实无所谓 你们想多大就多大 这只是我演示的配置 演示的配置是i712700 我还会再做变化的方案 比如说AMD的5600 i512400F i512600KF 这样适合不同的人群的需求 主板没什么说的 B660里面的旗舰 显卡更生炫光超OC 没有矿卡嫌疑 就简单的看一看 三个风扇 带一条3.0的转接线 也送了一个显卡的支架很厚重 看起来还挺漂亮 背后的背板也是很厚实的卡 贯穿的六条热管 机箱还是Lmodel赤兔 主板送了一个天线 机箱够大 显卡就很容易装 卡的下面也有足够的空间 机箱放倒以后 可以看到显卡自己的光效 装好了一个整机的样子 工业软件测试略好于3080 这是老版路达斯的跑分 总分106万分 显卡74万分 新版路达斯192万分的总分 显卡86万分 3DMark的跑分是21266 这个跑分略高于6900XT 最新的RTX4090高 63%是34000多分 308012G是18000多分 低13.6% 显卡的参数 你们应该多懂 扩大数是10752 GD6X的显存 384位的显存的微宽 24G的显存的容量 内存和GPU 凯霞硬盘的跑分 P3E3.0很正常的一块盘 大分歧 单烤CPU大核频率4.5G 小核频率3.4G CPU140瓦 360冷排轻松的压在80度 双烤显卡没有跑满TDP 390W左右 2.04G的频率 照应55.8分贝 机身顶部的冷排的出风口 38.1度 插线板上672W 显卡70度 GD6X的显存78度都没问题 CPU的温度也可以压在92度以内 频率也没有降 4.5G和3.4G 单烤显卡没有变化 机器轻度负载的时候 97W 用简易导出视频 显卡满载 56秒完成 速度挺好 这种配置 我就直接跑游戏了 分辨率是2560×1440 占第5 最高的画质 没有开光队 改成4K的分辨率 再来一次 相当于3060 在1920×1080的帧数 在100帧出头一点 2K都有点跑不满 显卡4K才稳稳的跑满 起码与砍杀2K分辨率 最高画质 显卡没有跑满 显卡不是瓶颈 因为人多 CPU占用会很高 161 低频线5 2K的分辨率 最高画质 跑完了109帧 4K分辨率 再来一次 雨滴和地面的水屋 都非常清楚 包括地面的反光 91帧 震速降的不多 已经可以完了 2077最高画质开光队 显卡的温度72度 还好 83帧 绝地求生 我直接上了4K的最高画质 对着天空300多帧 地面的树也能看得很清楚 落地以后 帧数在100帧出头一点 在野外跑步 险海已经跑满了82度 荒野代表克2分辨率是2560×1440 已经拉满的画质了 游戏自己带的测试 这个游戏我没玩过 是不是像那个电影的西部世界 刚才被打劫的那个店老板 长得有点像母系塔良 他这个测试程序 好像每一次的细节的动作都不一样 平均123帧 APX英雄4K的最高画质 帧数在100帧 150帧左右 操作感受很好 非常流畅 显卡也已经跑满了 温度在72度 好 坦克世界4K最高画质 160帧 150帧左右 操作感受完全没问题 险海可以跑满 最后是你们最喜欢的原神4K最高画质 精度1.5 这个画质想卡可以跑满 温度在70几度 很难得这个类型的游戏 居然能把3090太跑满的 昨天的4090上市之前3090太是最强的4K卡 现在他不是了 4090呢可以大多数游戏流畅的4K 3090太是有选择性的 预算允许的情况下 4K的玩家我建议你们直接考虑4090 当然大多数用户预算是有上限的 今天这个机器一整套的价格是一片4090的价格 完全按照今天这个配置来的价格是12,599 还会再做不同的变化的方案 你们可以看一下截图 但是没有一个控制在1万块钱以内的 我也很不好意思 但我也很尽力了 这类配置的用户 往往有自己的想法 想做什么调整的话 找我们的网店客服就行 3090太的没有矿卡嫌疑 原封与否的你们自己随便考虑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搜中阵评测 我们的公众号是在微信里面搜中文的中阵电脑 就这样 拜拜